欸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 一般人很常使用的軟體 就是PDF 那說起PDF 它最早是由Adobe這間公司所發明的 在早期的時候 大部分的人 都是使用Adobe的PDF軟體來做使用 就一般人來說 PDF都是拿來游覽裡面的文字 看看文件而已 那用免費的Reader版本 就可以檢視PDF檔 那甚至現在用游覽器 就能看PDF了 那比較進階的使用者 則是會使用PDF檔 進行文字編輯、轉檔、簽名的動作 不過那你就必須要另外額外花錢去買 Adobe的Standard版或Pro版 而自從Adobe在2020年 停止販售買段次之後 改成訂閱制 老實說價格不算便宜 再加上 你如果還要使用到Adobe的其他軟體服務的話 每個月的花費可說是相當的驚人 目前仿街的PDF軟體 大部分都大同小異 但今天 Adobe為大家介紹的這款 UPDF 就跟其他軟體不太一樣 UPDF 加入了最新流行的AI功能 而在這個軟體裡面 也可以靠AI 幫你把PDF做總結 摘要跟翻譯 甚至可以直接跟AI聊天 可說是功能非常強大的一個PDF編輯軟體 那更重要的是 它是買斷的 價格也相當的親民 那接下來就帶大家實際來看看 我們網站這邊也有寫教學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裡面也寫得非常詳細啊 那這個軟體它有支援Windows版 又有Mac版 iOS跟Android手機 上面也有APP可以使用 待會我們都會做介紹 那我們就直接給它免費下載 那Adobe它的容量 寄得好像一兩G 反正有點可怕 這這個才十幾MB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 UPDF的一個優點 我們就直接繼續安裝 好安裝完了 那現在大家看到這個 就是UPDF的這個介面 相當的簡潔 另外呢 如果說你想要改它的那個畫面 也是可以的 像現在是亮面 那我們這邊 按檔案 這個平號設定 點進來 就可以看 譬如說你要黑色的 還是白色的 或者按照時間 晚上的時候它自己會變黑色 就看你自己的喜好 那首先啦 我們先進入這個登錄 登錄的時候它有Google 跟Apple帳號可以登錄 那我自己一定是Google的 這樣子就登錄完了 看到這邊有我的頭像 那第一個功能 我們先從那個 PDF的工具開始 這邊點進去之後 它會列出 UPDF的所有功能選項 如果說想特地執行哪一個功能的話 只要點擊其中一個 讀取PDF檔 就可以使用了 首先我們先點這個檔案 然後開啟 那我們這邊這樣就可以直接閱覽 大家可以看 而且這邊就跟一般PDF軟體都一樣 另外呢 它還有類似像優覽器的分頁的概念 旁邊再點個加 有沒有 它這邊就可以開啟第二個檔案 這個就是個英文的 台灣的介紹 那像這種PDF檔啊 這種正常的一般讀取 跟大家都一樣 那UPDF呢 它有更多好用的功能 譬如說 我們像這邊有很多文字 我們可以這樣子 直接把它框選起來 框選起來之後呢 它出來另外一個工具鏈 我們可以在這裡 看要螢光筆標示 或者是說要給它加個底線 要給它加個波浪線 或者是譬如說 我們給它加個一個筆記 這邊再加一個說明 自己加個筆記 都是可以的 另外啊 如果你有買AI功能的話 你還可以這樣子 直接把這當成功圈起來 第一個 UPDF的AI 我們可以把它點一下 這樣子 我們可以在這邊 看要總結它的內容 還是翻譯它的內容 像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直接把它翻譯成中文好了 它就幫你把 我們框選的這一段 把它翻譯成中文 甚至啊 我們也可以整個文件 讓它去做一個總結的功能 當然啊 像這個 是整個都是英文的PDF檔 我們是看不懂的 我們在上面這邊 一個PDF全文翻譯 它這邊它就要選擇說 我們要翻譯的語言是什麼 一樣選擇中文 它還可以讓你設定頁面範圍 那我們直接給它按翻譯 那我們這邊就給它 領存一個檔案 按下去 它這個翻譯啊 是使用TRAPGT4 所以它的翻譯的內容的準確度啊 其實是相當的準 而且它會直接把翻譯的內容 另外存成一個檔案 我們這邊翻譯一下 然後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結果 LATER 它在原本這個檔案旁邊 又新增一個分頁 那這個就是翻譯出來的檔案 這個字現在有點小 我把它放大一點 翻譯的相當不錯哦 因為它就是用TRAPGT下去翻的 不錯耶 難怪人家都說 那個翻譯是第一個被AI淘汰的功能 老實說 我是覺得這個翻譯的效果還不錯 那我們也可以直接用多子放大的方式 直接來做一個縮放的效果 目前我自己看這個翻譯 長這樣子 那我們把它切到 另外的對照去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邊的內容 跟我們這邊的內容 它甚至幾乎沒有什麼跑板 非常的厲害 然後字體啊 顏色啊 也都是按照我們原本的排版下去做 當然如果說 它原始排版是比較複雜一點的話 它可能會有稍微跑板的一個問題 但是說不會讓你看不懂 那以我這個網路隨便找的一個旅遊的範例來說 我這樣子看了幾頁 我覺得它翻的 不但內容不錯 而且幾乎沒有什麼跑板的問題 就看起來是還蠻正確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當然啦 UPDF的功能還不只這些而已 在它的左側那邊還有整列 相當使用的一些功能 那像第一個就是注釋 那選了這個功能之後大家可以看 那上面這裡就出來一列文字的工具鏈 它可以上銀光色啊 可以畫底線啊 那甚至啊 你可以用鉛筆來進行畫畫 這樣子也是可以的 這個功能都蠻不錯的 這個就看大家有沒有用到 第二個功能就是編輯PDF 在這個功能底下 你就可以編輯PDF裡面的文件 或是刪除裡面部分的圖片 感覺來講就比較像我們常用的Word 那甚至啊也可以在這裡 我們可以再加入自己的圖像 譬如說你如果有拍照啊 這樣子就會自己加圖片 甚至啊 我們也可以自己加超連結 譬如說這個PDF 我會這樣子 把這段框起來 然後連結到某個頁面 譬如說我們就直接加入電腦網路網站 這樣子也是可以的 第三個呢 則是準備表格 那這個表格工具啊 那上面這裡 有這麼多功能 有圖片啊 然後可以新增欄位啊 數位簽名等等 但是呢 它主要是多了一個叫動作功能 你可以指定這些表格的觸發事件 譬如說 我們現在給它加入個圖片 接下來就是選擇圖片 然後在動作這邊 我們就可以選擇按一下之後 譬如說我就直接開啟網頁一面 就直接加入 這樣就好了 然後在這裡 到時候你要閱讀的時候 只要點這邊 就會開啟到我們對應的網頁去 這個功能啊 就有點像我們在點那個PPT一樣 對於用PDF來做簡報人 就相當的好用 那第四個啊 就是密文功能 這個功能可以將啊 PDF的內容進行加密的動作 這樣子我們先選擇 比如說這一段 其實就好像一個遮罩一樣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遮起來 它就整個黑色 當然如果說你要 進行單頁加密的話 也可以透過這個功能 直接來辦到 譬如說我們點這個頁面 然後看 第幾頁 這樣這一頁是第八頁 那我們就直接選擇第八頁 整個第八頁都看不到 此外啊 如果你的字太多懶得著 又想對關鍵字來進行加密的話 可以透過搜尋文字的功能 直接對你想要搜尋的關鍵字 進行加密 比如說我這樣子 我這邊我就直接打台灣好了 那我就可以全部把它 狗選說 標記 這個文件裡面說 或者有台灣兩個字 用這個密文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稍微把它遮起來 來看一下 只要台灣的部分 全部都已經被框起來了 這就是標記密文的部分 那第五個功能 就是組織頁面 組織頁面啊 聽起來有點抽象 其實使用起來還蠻簡單的 假設我們就直接點了之後 它就會把這個PDF檔 所有的頁面 全部一頁一二列出來 你可以直接 點選某個頁面 譬如說我想要這個頁面 我要直接讓它消失 12頁起來 不見了 我看到 這一頁消失 或者是說 你想要在這一頁中間 再插入一個其他頁面 那我們可以從檔案裡面 或從檢測部裡面插入 或者是直接插入一個空白頁面 我們自己編輯 都可以 我們這樣直接插入 這樣子 它就插入一個空白頁面 這樣子 你就可以自己去做編輯的部分 假設我們這個PDF 拉拉渣渣的有七八十頁 但是我們只要用到裡面的其中幾頁 我們可以這樣子 Ctrl 然後點這幾頁 假設我們點這三頁 然後中間在跳舞頁 這樣子存起來 我們想要另外把它存成PDF檔 那我們就直接按個截取 他就會把這些頁面提取為一個文件 他會問你要不要提取之後刪除 我們不要 我們一樣就截取 然後再另外取一個名字就好 又開了另外一個檔 就只有這幾頁而已 是不是相當的方便 另外 如果像一些 頁數太多 或者說檔案太匪的PDF檔 那我們也可以透過分割的方式 直接來分散它的一個內容 這樣子在閱讀 或傳給人家的時候 就會相對比較簡單一點 那第六個功能 是裁切頁面 我們可以將PDF的部分內容 把它裁切成我想要的畫面 也可以將畫面進行對半分割 方便閱讀 另外還有一個分割功能 我們要把頁面縮小 選一面 分割 大家可以看 這邊 它有一個分割線 看你要怎麼割 直割 橫割 OK 這樣子 像剛剛這頁就是 被裁成了四份 就看你要怎麼使用 那第七個 就是頁面工具 那這個PDF 如果你想要版權保護的話 上面它有一個浮水印工具 那我們直接可以設定一個浮水印 這樣子 讓你的那個PDF文件 減少可能被那個蟑螂 還是一些奇怪怪的 盜用的一個機會 其他功能 譬如說 我們可以修改背景顏色 或者在 頁首跟頁尾的部分 去 去添加一些那個文字 那編輯好這個PDF 除了可以儲存以外 你也可以另存 像Word, Excel, PowerPoint, JPG 都可以 那我怎麼使用呢 我只要按檔案 然後這邊有個轉存字 就是假設我們存能握的掌握 好,OK 就直接轉存 好,轉存完了 那現在我們看一下這個檔案 大家看一下 像我下的這個標題 上面有 浮水印也有 然後背景也改了 OK 它這個內容就跟我們的PDF檔是完全一樣 所以大家如果要使用上 這個就很方便 那另外啊 如果這個PDF檔 你是想傳給特定的人閱讀 或不想讓其他人 直接閱讀或使用的話 那在檔案這邊有個選項 在這邊有一個選項叫 以密碼保護 在這邊 我們就直接設定它的一個密碼 我們就直接套用 我們直接開啟 開啟檔案 這邊就要輸入密碼 才能解開 那接著我們回到我們最原先的頁面 那在這邊呢 這就有個UPDF的Cloud 這是它的雲端功能 你可以將你的PDF檔 上傳到 UPDF的雲端 如果你出門的時候 忘記把檔案放在身上 或放在電腦裡面 那你只要下載 UPDF的軟體 你就照樣可以下載 雲端裡面的PDF檔 這一點是蠻方便的 另外 UPDF還支援手機平板上的應用 利用手機平板的APP 一樣都可以使用雲端 來閱讀PDF 它支援像Enjoy跟iOS都有 那像我這支手機 我已經下載完了 那我也登錄完了之後 大家可以看 這邊有個 ViewPDF的Cloud 那我們點進來 這裡面就有 我們剛剛上傳的這個檔案 那在這裡 你可以就很快速的去 閱讀裡面的內容 而且 剛剛我們在電腦單 所執行的任何編輯的動作 不管是你要 編輯文字 或是說做筆記 或是插入圖片 這些功能 全部都可以在 手機端去做 那這邊呢 阿達就不太多說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來試試看 那另外呢 雲端這邊 我們也一樣可以把檔案分享給朋友 譬如說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有一個共用 我們在這裡共用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 你要分享給 哪個聯絡 或者是說 直接E-mail給別人 那在電腦端這裡 它一樣也有共用 那就看你要怎麼使用 那剛剛我們所提到的內容 都是一些編輯PDF的應用 但是如果想要讓 UPDF變得更聰明更好用的話 那你也可以試試看 UPDF的AI功能 以我們這個 PDF文件為例好 那在這邊大家可以看 它的右下角 有一個花花的那個東西 那個就是UPDF的AI功能 你只要打開 我們就可以啟動那個 AI助手 它這邊使用的語言模型 是使用OpenAir的GP4O 就是評價還不錯 滿聰明的 UPDF的AI 它分為兩種 一種是PDF的問答 那第二個就是聊天 那首先我們看一下這個PDF的問答 它可以針對你這個PDF的文件內容 進行AI的總結 翻譯、摘要或生成示威導圖文 那我們這邊 先試給大家看 我們先點開始 大家可以看 那這邊 做它的總結內容 好 跑完了 在這邊 我們就可以 假設我們做示威導圖 這個PDF 它整理出這麼多的內容 那我們就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下面這裡有個小聲炮 按一下 那這邊它就可以看 你要有什麼問題 你想要問它什麼問題 也都是可以的 以這個文件來講 我們可以輸入一些內容 譬如說做改寫 或者是重新編輯 那這邊假設我們這樣子好了 就是我問它這個文件 熱熱等 那要怎麼去完成它的內容 它也會給你提供一些意見參考 你可以依照它的內容 來看看說 有沒有道理 如果覺得有道理 那你就依照它的提示 下去做一個簡單的編輯跟修改 那另外一個聊天 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功能 簡單講你可以用這個 我們直接去跟AI進行一個 HARA的功能 譬如說 你要問它附近的景點 還是請AI幫你翻譯文字 UPDF的AI功能 都能像ChipGP一樣跟你HARA 那除此之外 手機端的APP 也一樣具備了UPDF的AI功能 看似的PDF問答 或是跟機器人聊天 在手機平板上 也一樣能夠做到 好 以上就是UPDF的一個完整介紹 這是一款功能相當強大的PDF編輯軟體 比起Adobe來說 我是覺得它是更具實用性以性價比的 可以買斷 而且還能更新之後的軟體 是說還蠻香的 大部分實用的功能 就像我們剛剛所展示的那樣 Ada就不在影片的最後來做贅述 總之 如果你是經常編輯PDF檔 來做使用的話 那這款UPDF就相當適合你 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使用Ada這個折扣 可以在優惠5塊錢美金 以上提供給大家參考 我是電腦王Ada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與開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發熱 yup 投 kidnapped 按 teachers 按摩 按照